成功吗 你想一夜报复吗 你想资产过亿吗 你想一夜成名吗 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浩妞吗 你想拿着钞票点烟吗 你想成为世界主宰吗 那还当什么 洗洗睡吧 心碎和失眠 伤口伤撒野 眼泪不止甜 没有人可怜 今天来讲这个华硕笔记本 它原来用的是机械硬盘 换固态硬盘 现在把它翻过来 一般在后面 这是应该是内存条 硬盘刚好这么大 把这两个螺丝 两个螺丝 写了 现在把你盖子出来 硬盘就在这 硬盘里面还有这个架子 有四个螺丝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线 这张来就给你去下去了 看我第一个线 就在这一开始 看我们两个螺丝 一开始 码子 第三个真正 酒肤就写了 把我们的 esses 当初找到了 我们才能得到了 的 每次 多说 这 就是卸完之后往后一推 这刚好一个缝一推 放开 放硬盘呢 这个 这架子还得用 这是硬盘 有四个螺丝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边 两个螺丝 四个螺丝起来 硬盘就起来了 这是硬盘 这是架子 架子的固定硬盘 这是机械硬盘 买个 这是强形硬盘 这是固态硬盘 不是阶线硬盘 平行的 薄薄的 大事的注意 刚才是这个 向上的 你要是大反的话 装不进去 对着卡卡不过去啊 这样大 这样一看 刚刚好 装所以所以都看了啊 这是向上 这有同 同角向上 插头 向上 对着这四个螺丝 刚好一个两个 四个螺丝以上 先别上紧 四个螺丝上好之后再上紧 没有等下有的螺丝也不太准 好 再调色 先把四个螺丝上好之后再一个个上紧 现在螺丝不对 上不下 偏一点点就不行 好 再上完了就可以上紧 这个呢 还是 这个这个插图 为什么这个插图 往前一推 往前一推 这刚好有把抓手 一推 推 推到底 推到底再把螺丝上回去 把刚才四个螺丝上回去 把刚才四个螺丝上回去 这螺丝太小 那一定是来这个讲完 好 再看一次 那边看完 这边先把螺丝上回去 这个小螺丝上 这里 它可以 这边 非常好 好 上檢 再把蓋子 这有个卡槽 先放这边一样 卡住了 再把这两个螺丝上回去 好了 这样就 硬盘就换好了 换好 准备开机 准备安装系统 把电插上去 充电器插上去之后 还得插上U盘 装系统里面有个PE系统 从U盘启动 插上去 然后就是开机 开机 按电源键开机之后 滑车笔记本是 选择菜单是 退出键 返回键 一个键 一直按着 选择启动菜单 好 出来了 选择菜单 这看啊 这个120G的 应该是 固态硬盘刚才换的 下面是它U盘 按 选择U盘启动 用那个 方向键 上下 可以 可以变 可以调死 按好之后 按个切针键之后 进U盘启动 这就选择个 这新的 比较新一点 进入 P10吧 系统 按个 切针键 好 这就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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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是个IT天空出屏的 纯净版又启动PE系统 现在正在加载桌面 好 现在出来了 因为这是一个前新的固态硬盘 所以要进入硬盘分期工具 双击 这是一个前新的120G 点击快速分期 分成两个盘就行 自定义 选择两个盘 重建主导 然后这个切记要4K对齐 分期 选择4096上区 4096 4K对齐的 上面很多 468的 选择4096对齐 点击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些盘 分25 改一下 改成 按个50 按个5 按个0 分个50G 做系统 然后这下点确定 它就自动分去了 把它就分成两个盘 先分好之后退出 这个人装一个温期系统 点击系统安装 这最底下这个 标字1 EIX系统安装 图标双击之后 这装是 不是原版的 装个温期64位的 点击 这系统是事先存在U盘里面 装在C盘里面 它现在显示D跟E不用管它 它系统装完之后 它自动变C cd 点击一键恢复 里面一般都默认就行啊 不用管它 点击切认 马上就开始了 烤货帅系统 复制到C盘里 这就 它自动 复制不用管它就 耐心等待 0 3 10 1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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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下来切紧 然后就开始安装系统 感谢观看 固态银盘装就是快 马上就 系统就不熟完了 现在开始安装启动 支持万能启动 IT天空天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安装软件常用的运行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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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